9月份的日历爆料来了 其中的话可以看到月底OPH战队的标识 也就是说电竞皮系列的话是根治新赛季一起上线的 目前已知多话会有6款电竞皮 其中傭兵的话会有战队服以及PV里边的图有2款时装 另外在外服的日历中底下文字标注的是傭兵登场 所以能肯定的是会上线傭兵的时装 至于其他时装的话参考之前的消息 呃应该是分批式上线 至于联动方面 日历中的话暂时没有相关的消息 但是之前外谈会提到9月底的话会有四散之魂的国美联动时装 一般情况下的话都是根治更新上线的 要么19号要么就是26号 除了之外呢月底的话还会有小提琴家的精皮 参考去年使徒一个精皮礼包是伴随新赛季精和商家商城 小提琴家的话从人气和强度来讲的话 大概应该也是个商城的精皮啊 然后9月中旬的话会有中秋节活动 参考往年的一个习惯 一般会有免费蓝皮活动奖励 注意到时候往年一些活动蓝皮的话也会跟着返场 另外就是这个月新增了小女孩和歌剧园的一个角色 呃关于小女孩和记者生日不适同一天的问题 大家的话可以看往期卧谈会一个官方答复 最后这新赛季会有皇一之主的经过 小秦里的子过 还有就是推理之金时装的话是柔差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